三餐老是在外 虽然是很久以前的洗脑广告台词 但反映到现代人的生活上 还是非常贴切 会有这样的现象依旧是生活忙碌 煮菜太累太麻烦 因此料理达人云杰表示 其实善用工具简单料理就好 多吃原型食物美味又健康 一般的人可能上班很忙 没时间对不对 没时间走来吃 那还有很多的妈妈 煮来煮去就是煮那几样 不知道怎么变化 什么叫原型食物 就是譬如说葱 姜 蒜 南瓜 根筋类的 南瓜 红萝卜 洋葱 经过加工过的都不叫原型食物 原型食物就是 你就稍微清洗 你就切一切 放到你的料理 具体上这样子烹饪出来就是原型食物的料理 有了健康概念之后 接着云杰马上来示范现打柠檬汁和芒果冰淇淋 超简单的制作流程让学员们大开眼界之外 完成的柠檬汁和芒果冰淇淋更是让大家赞不绝口 柠檬汁和芒果冰淇淋更是让大家赞不绝口 芒果通常都是先切好去皮去壳 后来你就切成一小块一小块的 后来你就要平放 我们拿一个什么盘子 就平放 不要弄成一团的 因为你现在要打 你整团的它就不好操作 很绵很好吃 太厉害了 很绵密哦 好吃 云姐料理教室汤月云老师说 善用烹饪器材 了解食物的特性与料理方式 每个人都可以成为料理达人 从正确的饮食中改变生活 吃到营养更能吃出健康 记者许超雄台北报道